曾孕鵬他有去上這個節目 所以我就去他那裡留言 希望他講他的態度 他也是第一時間就會說 他也是譴責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跟黨的這個譴責 這個歧視的言論是一致的 所以孕鵬委員跟黨 就回到這一場這個秀裡頭的 這個歧視的言論 這個是應該被譴責 那大家立場其實都是一致的 我們的說法是一致 沒有內鬥 孕鵬委員也對這個節目製作單位 最後剪出來的影片是歧視的言論 也要求製作單位道歉 這是最起碼的負責 跟黨的這個立場是一致的 就回到歧視言論的這個本身 孕鵬委員的影片 他是不是在表演什麼吞火 這個還好吧 這個我覺得 因為他好像是選前路的 那他裡面的講的內容也很好 他還講說現場有很多磕粉 那他在突破義溫層 這也是我們黨現在非常需要 有不同的支持群眾 那孕鵬委員願意去參加 這樣的活動其實都很好 賀瓏我還是會問你 賀瓏你趕快道歉 賀瓏你一定要道歉 因為你的助理主持人都道歉 你的製作團隊都道歉 賀瓏沒有理由不道歉 他如果不道歉 賀瓏我就每天問你 你要不要道歉 我請賀瓏趕快道歉 那其實這是一個節目 那主持人跟來賓的對談 那來賓講了歧視的話 那主持人沒有當面制止他 這是賀瓏第一個要跟大家解釋 第二個錄完癮了要丟上YT 那整個製作團隊跟主持人都沒有意識到 這是歧視的話 那這個事情製作團隊跟賀瓏也要道歉 那我知道製作團隊已經道歉 那代表這個製作團隊 大家知道有錯那就改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賀瓏本人你還是要表達你的歉意 因為你的助理主持人也已經道歉 那道歉並不困難 每個人都會犯這種錯誤 但是不要就這樣躲起來 什麼都不說 那我想主持人沒辦法控制來賓講的話 這個是事實 但是後來剪成袋子再播出來 這個製作團隊跟這個主持人 也都沒有驚覺 這是一個歧視的言論 必須把它剪掉 那這就是必須要出來負責 會不會覺得在節目上 為了這個效果還績笑這件事情 會覺得不太妥當 他的助理主持人有說 因為可能當天的什麼收音怎麼樣 他們沒有發現這件事 可是事後他們是把它剪成袋子丟上YT的 那丟上YT的過程都沒有發現 那這個是讓我比較驚訝的 您剛才在臉書上對這個鄭運鴻委員 因為其實他還是被突襲 說他的影片被突襲 吹火那個節目 那好像您對於說 鄭運鴻的委員 他這個應該也要表態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事情出來之後 你知道那個鄭運鴻 他有去上這個節目 所以我就去他那裡留言 希望他講他的態度 那他也是第一時間就會說 他也是譴責 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跟黨的這個譴責這個歧視的言論是一致的 所以運鴻委員跟跟黨之後回到這個 這一場這個秀裡頭的這個歧視的言論 這個是應該被譴責 那大家立場其實都是一致的 所以您對於說在臉書上 他給你的回應你是可以接受的 對 因為他的回應就是他譴責這個製作單位 他希望製作單位能夠 他叫做什麼 最起碼的負責態度 就是說請他們之間 所以運鴻跟 跟黨對這個 這個立場其實是一致的 沒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覺得運鴻委員有點冤枉 而且現在好像也覺得 薩泰爾他們是故意在這個時間點 放出這個這個運鴻委員 之前錄的節目 那有點是 就是這個危機處理 好像是有點讓民進黨 會不會有點尷尬 因為剛好他放這個 這個運鴻委員的節目 好 如果這個是 這一家製作公司 刻意 選擇這個時間點 丟運鴻委員的這個 這個 參加節目的影片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爛的公關操作 就是已經犯錯了 你還要這樣做 那這會是好的公關操作 我不認為 但是如果剛好是巧合 就是剛好就排程 剛好就排到昨天晚上要上 那就是他們原來的排程 那不過 因為這個製作團隊 他們已經在 應該是兩天前 他們也表達歉意 那我覺得 大家都能夠反省 那大家都能夠知道 反歧視是全世界的共同價值 不管對身障者 身心障礙者 對膚色 對性別 對宗教 對種族 這種歧視是全世界都沒辦法接受 那如果製作團隊也發現 不宜 也道歉了 那我想 代表這個團隊是 還算負責 可是果瑜你剛剛不是說 應該賀龍本人要道歉 可是目前賀龍沒道歉 是自動反論道歉 所以這樣你也是可以接受 沒有賀龍我還是會問你 賀龍你趕快道歉 賀龍你一定要道歉 因為你的助理主持人都道歉 你的製作團隊都道歉 賀龍沒有理由不道歉 就是說 我再講一遍 這個現場主持人沒辦法控制來賓的言論 這個我接受 我們常常錄政論節目 我們講的內容 我們講的不妥 製作單位覺得不妥 他覺得會被NCC罰錢 他們就把我們講的話剪掉 這都很合理 後製的過程中 製作單位跟這個主持人 如果都沒有發現 這是歧視言論 那就真的要檢討 那如果不道歉 你會不會在節目上繼續跟他講 對 他如果不道歉 賀龍我就每天問你 你要不要道歉 那現在外界認為說 他看到你跟周恩鵬 在臉書上面的互相就是來講 這件事情好像是有點綠營內鬥 你怎麼看 我們的說法是一致 沒有內鬥 運鵬委員也對這個 節目製作單位 最後剪出來的影片 是歧視的言論 也要求製作單位道歉 這是最起碼的負責 跟黨的這個立場是一致的 就回到歧視言論的這個本身 因為運鵬委員他為了這件事 在臉書被網友洗版 想要退黨 或者是說要他去跟這個 沒有網友 網友的意見很多 多元的社會 但是運鵬委員在這件事情上 跟黨的立場是一致的 就大家都反歧視 這個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急 就是運鵬委員 其實我在他的這個 我記得是臉書來去上面留言的時候 他其實很快 他就說他也反對這樣的言論 那要這個製作單位出來 應該是道歉 這是最起碼的負責 我記得他的文字是這樣 那跟我們黨的立場是一致 就回到反歧視 這樣的一個立場上 會覺得這影片需要下降嗎 運鵬委員 運鵬委員的影片 運鵬委員的影片 他是不是在表演什麼 什麼吞貨 這個還好吧 這個我覺得 因為他好像是選前路的 那他裡面的 講的內容也很好 他講說現場有很多磕粉 那他在突破義溫層 這也是我們黨現在非常需要 有不同的支持群眾 那運鵬委員願意去參加 這樣的活動其實都很好 可是他因為裡面有一個賭輸贏 結果運鵬委員輸了 他要在他自己臉書 帶賀瓏說是民進黨的好朋友 沒有啦 就是像賀瓏 他也去什麼趙紹康邀請 他去參加那個辯論會 他也去嘛 然後什麼柯文哲 什麼是他大哥 那就是賀瓏本身 我把他當成是一個 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跨到了那一條 全世界都認為不可以歧視的 那一條紅線的這件事情 最後還剪成帶子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是沒辦法接受 我再喊一遍 主持人沒辦法控制 來賓講話 這個是確定的 就是說 來賓要講什麼 主持人不可能跟他講說 你不可以講什麼 但是後製的時候 你至少要把那一段剪掉 謝謝